近几年里中国的实力得到了巨大发展 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实力却在慢慢下滑 两者的一声一叫让居民们很是关注 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到底还有多大 中国何时才能真正超越美国呢 对此张肇中再次做出了预言 这次张肇中点评了十个字 仍存在差距但越来越小 这十个字让美专家和美国上下都表示不愿接受 目前世界上仍然无人能够撼动美国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 而且作为靠战争发家致富的国家 美国一直以来都奉行以战仰战的作战方针 这也让美军同世界大部分国家拉开了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也不是几年就能够弥补上的 例如航母战斗群的数量 作为世界军事强国 美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尤为突出 目前美国海军装备了世界上最多的航空母舰 而且还为航空母舰研究了各种作战战术 让其在和他国战斗中能够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可以这样讲 以美国目前的海上军事力量而言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美国正面抗衡 而且美国为了进一步发挥其航母的作战能力 还在航母上配备了最为先进的第五代隐身舰载机F35 目前在全世界一直独秀 美国不光其自身军事实力强大 而且还主导了北约组织 这也让美国军事影响力更加强大 不光如此 美国还曾经依靠自身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 打压他国航运 多次以所谓的自由巡航 公然闯入他国领海 对于美国的这种行为 很多效果也只是在言语上进行谴责 可想而知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多么的强横 和美国海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相比 中国海军起步降晚 再加上美国实施的技术封锁 也让相关国家的军事装备和美军相比 曾经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差距 不过好在近些年来 中国军工科技领域不断创新 把握住了未来战争的主旋律 让自身和美国的差距逐渐缩短了 总的来讲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和美国还是存在差距 况且美国在认识到相关国家的快速发展 将要带来的威胁时 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制约发展 不过相信随着中国的各领域实力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将能够更快的缩短和美国的差距